上集说到 硝烟成功晋级斗地 与魂天帝在中周发生惊天大战 魂天帝召唤出魂族斩地阵 要将硝烟斩杀 硝烟召唤出一伙广场 号令天下万火凝聚一伙横骨齿 伴随着虚无吞颜略进最后一根石柱 一道黑色火柱也是冲天而起 二十二道火柱缓缓偏移 最后竞数在半空中凝聚 火焰焦熔处 一柄颜色绚丽的骨齿居然是凝现而出 一伙横骨齿 当见到那柄通体缭绕着绚丽火焰的骨齿时 古猿等人眼瞳陡然一缩 声音都是因为惊骇而变得尖锐了起来 这一伙横骨齿是斗气大陆所有一伙所拟 可以称得上是未免法宝 在远古时期都很少有人能召唤出来 看到火焰大齿出现 魂天帝的眼中也是在此刻涌上了骇然之色 旋即他声音淒厉地爆喝道 在即写刃 然而这一次魂族大军中 竟然是在没有多少人飞升而出 见到这一幕 魂天帝眼中立即一闪 大骂这些人都是叛徒 手臂挥动血刃直接冲进魂族大军之中 血芒闪动无数人头齐飞而起 短短几个眨眼间 那大军之中 居然便是只剩下十至七八 所剩余的人也是面露恐惧之色地望着魂天帝 吸收了如此之多强者的鲜血 那柄血刃之上 仿佛是长出了一对血色双眼一般 透着无尽寒意与煞气 望着这片天帝 魂天帝仰天狂笑壮若疯狂 再度一口精血喷出 一把抓上那血刃 锋利无比的刀刃 直接将其手掌割破鲜血狂流 而后被血刃尽数吞噬 魂天帝血发劈散 面色猙獰的可不 他一脚横跨虚空 手中血刃陡然膨胀 身形直接出现在了一伙广场之上 血刃化为血芒动穿虚空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暴射向消炎 消炎面色也是异常凝重 吐出一口风雷之气 手掌一抓 那由二十二道一伙所凝聚而成的骨齿 便是落入手中 脚步一垮 绚丽的火焰骨齿便是滑破空间 带着无尽可怕的力量 狠狠地劈在了那血王之上 可怕的风暴自天空上疯狂地席卷而开 天府联盟的防御罩 几乎是在瞬间被撕裂 其中所有的人都是被镇飞牵杖 而至于星界所在地 更是连同着那块陨石 都是在此刻爆成了粉末 可怕的风暴 连天空上悬浮的一伙广场 都是生生的冲撞落地 最后在那地面之上 砸出了一个约莫十万里庞大的巨大深渊 天空上 还有着能力飞行的人 几乎是迅速地出现在了深渊周围的天空 目光急忙地射向那深渊之中 谁都知道 这一次是两人的亲历之战 胜负也将会在此出现 无数道目光汇聚在一伙广场之上 那里两道浑身鲜血的狼狈身影 正在挣扎着爬起身来 两人斗地之身 也是在先前剧烈大战中被破解而去 魂天地挣扎着起身 然后摇晃着身体腾空而起 一波波虚弱的感觉 从体内传出 他目光猙獰而不甘地望着下方的萧炎 私生宁笑道 哈哈 萧炎 即便你今日能够胜我 但却无法杀我 待得日后本地恢复 必要你付出血一般的代价 萧炎剧烈地咳嗽几声 他的面色苍白如指 鲜血从嘴中狂喷而出 这般血都太过残酷 不过 今日是说什么都绝对不能放虎归山 不然日后大陆浩劫中不会结束 查去嘴角的血迹 萧炎脸庞上却是浮现了一抹诡异笑容 闭火广场缓缓升空 萧炎体内突然涌现绚丽的火芒 而随着这股绚丽火芒的出现 广场突然颤抖起来 在那广场中心的位置 居然又生腾起一道颜色绚丽的石柱 望着那一道石柱 萧炎苍白的脸庞上浮现一抹笑容 只见得他身体颤 身体居然是在此刻燃烧了起来 自然斗地之体 萧炎 你找死 见到萧炎这般举动 魂天地顿时惊骇失色 若是将斗地之体自然 那可至少要数百年时间甚至更久 才能再度修炼而成 甚至 有时候还无法再度修炼成功 那代价可谓极度的惨重 对于他的利盒 萧炎却是平淡一笑 身体之上的火焰越来越浓郁 整个天地 无数人仿佛也是知晓了萧炎这拼命之举 当下地面之上 便是跪幅下了黑压压的人山人海 炎帝大义 无数人以为萧炎送行 萧炎的身体 彻彻底底地化为一团绚丽的火焰 而在这团火焰下 一伙广场上其他的一伙 都是微微暗淡 发出嘀嘀的嗡鸣声 仿佛是见到帝王的臣子一般 火焰一成形 便是掠进了那最后一根石柱之中 顿时 二十三道火柱齐举 直接在一伙广场之上 形成一道异常玄奥的阵法 见到那火焰阵法 魂天帝却是面色煞白 他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当下急忙暴力而退 然而他的身形刚退 那巨大的一伙广场便是穿破虚空 直接出现在了他的下方 阵法一扫就将魂天帝吸进其中 我魂族千年筹划敬拜你手 萧炎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阵法化为重重火线 缠绕在魂天帝身体之上 而其身体 居然是在火线的缠绕下 飞快地融化 最后直接是化为了一团灵魂光团 而此刻 魂天帝那凄厉的咆哮之声 也是在天地间轰隆隆地响彻而起 光团一出现 火线便是化为一个巨大的碱 火碱成形 然后落到一伙广场之上 没入了广场深处 一道道悬傲的火纹 无穷无尽地将整个广场包裹 大地之上 无数人望着那被镇压在一伙广场之中的火碱 身体都是忍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半年多末日般的绝境 终于是在今日得以解脱 听得那中周之上那惊天动地的欢呼之声 古猿等人也是面色自然 呆呆地望着悬浮在天空上的一伙广场 这场浩劫终于是被阻拦下来了吗 片刻后 脸庞上的呆滞终于是逐渐地演变成狂喜 古猿等人相视一眼 心情澎湃 终于是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这一次他们笑得是如此的肆无忌惮 一旁的熏儿以及彩琳 却是正正地望着那一伙广场 片刻后 宛如疯了一般 急忙地对着一伙广场暴力而去 当两人抵达广场时 只是见到一道道一伙珠 而他们的目光 也是立刻凝固在了那中央位置的一根绚丽火珠上 可那里 却并没有想象中的人影站立 一时间 两女如遭雷击 俏脸惨无人色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在两女悲伤欲绝时 一道虚弱的咳嗽声却是突然响起 旋即火珠之上火芒涌动 一道身形略微有些虚幻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还没死 只是将肉体毁了而已 以后再修炼一个就行了 硝烟面色苍白 望着两女虚弱地笑道 硝烟的笑声刚刚落下 两道倩影便是飞扑而来 狠狠地撞进了她的怀中 硝烟的目光 看了一眼一伙广场中心 在那下面封印着一位斗地的灵魂 她将会在黑暗中逐渐地被一伙电话 望着那被摧残的千疮百孔的钟周 硝烟微微一笑 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轻松之感 自灵魂深处蔓延而出 终于可以休息了 一伙广场上硝烟拥着两女 眼眸缓缓地闭上 努力了这么多年 不过 似乎最后所取得的成绩还挺不错的 一场旷市之战落幕 然而却是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钟周 原本的繁华不在 甚至整个钟周 都是在此刻被一分为二 一条数万丈庞大的深渊 将两地分割而开 而这条深渊在日后也被人称为双地渊 谁也无法忘记那天的那一场惊天之战 钟周因此而损落了繁华 不过所幸劫难就此而止 伴随着其他地方的人涌进这里 不久的将来 这钟周依然会成为斗气大陆的中心 因为这里爆发了决定斗气大陆命运的决战 而伴随着魂天帝的封印 决战自然便是以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至于魂族 虽说因为魂天帝进入了斗地 不少人实力都是大掌 但奈何还未展现威力 他们之中的十之七八 便都是被魂天帝拿去寄了血刃 余下的那些人 面对着联军的追捕 并未有太多的抵抗 便是束手就擒 在大战落幕后不久 联军也算是这么多年 第一次攻进了魂界之中 然而意料之中的繁盛并未看见 在进入魂界后 他们所见到的依然是满眼的赤红 整个空间死气沉沉含有人计 在魂界的中央位置 联军发现了一个近十万丈庞大的血池 其中的血液粘稠无比 在那血池中漂浮着密密麻麻的尸体与白骨 而在见到这一幕时 他们方才明白 为何魂界会如此的空空荡荡 因为这里的人 已是禁术被投入了这个血池 魂天地为了达到目标 清净了一切 魂界之中的一些残余之人 也被禁术带走 而后骨元等人联手 将这片魂族的老巢 彻底地毁灭 从此以后 中周之上 将不会再有所谓的魂族 远古八族 唯有古族岩族雷族依旧尚存 哦对了 还有着那因为硝烟进入斗地 而再度激发斗地血脉的硝族 所谓的斗地血脉 血缘越与硝烟清净者 所受到的好处便越大 而其中最明显的 自然便是硝烟的女儿硝硝 她几乎直接就在硝烟 踏入斗地的那一刹 狂飙到了八星斗圣的层次 这种速度 看的人简直就有种昏厥的冲动 虽说硝烟天赋极佳 但这种天赋还没有彻底地展现出来 她便是因为种种缘故 直接一跃成为了斗气大陆上的顶尖强者 这种情况 让得雷银炎镜这种修炼了数百上千年的人 简直就是有着一口鲜血喷出来的冲动 这就是第一代享受斗地血脉的好处 斗地血脉正是如此变态的东西 不然的话 又如何能够以一人之力振兴整个种族 可以想象 整个萧家都会彻彻底底地享受到斗地血脉所带来的好处 他们的实力 也将会在以后的时间中 得到一个巨大的飞跃 到时候 重返萧族当年强盛之时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大战结束 联军自然也是宣告解散 不过很显然 以后的斗气大陆 若是没有特别的情况的话 将很难会爆发如此恐怖的大战 因为现在的大陆 有了一位至尊强者的炙吼 炎帝 硝炎 一个想撤斗气大陆每一个角落的名字 一个被无数人尊崇的名字 在很多人的心中 那是一道宛如神灵般的存在 他庇护着斗气大陆 联军解散但天府联盟却依旧尚存 而且如今的联盟 不再有着任何的势力宗派之分 现在的他们非常的明白 能够在这个联盟之中存在 将会是一种无比璀璨的荣耀 而那种荣耀也是来自于 那位站在了斗气大陆顶点的人 据那场今天大战过去后的两年 中州也是陆陆续续的再度繁华起来 众多的宗派势力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 令得中州再度变得如火如荼 当然对于这些 天府联盟却是在没有插过手 他们保持着超然的地位 静静地看着中州的发展与演变 而对于这毫无疑问的霸主 也自然是不会有任何的势力 胆胆有丝毫的挑衅 在与魂天帝交战后所造成的伤势 硝烟借助着一伙之力 仅仅两年时间 便是再度成功修炼出了身体 好在并未留下什么后遗症 而在这两年中 硝烟与采灵勋儿举办了一场异常盛大的婚礼 那次的婚礼 有着天帝以及无数人的见证 而这也是硝烟给予两女曾经的承诺 在婚礼后不久 硝烟便是再度将天府盟主之位转交给了要老 将这个担子卸下 硝烟这才悠哉悠哉的潇洒而去 这天地之间方才是任其逍遥自在 时间流逝 春去秋来 一年时间又是悄然而过 东中州北厘城述十里之外的一座凉亭 三道人影坐于其中 三人举目间略微的有些迫不及待 柳琴 她真会来吗 凉亭中 一道身着灰衣 面色有些凌厉的男子 舔了舔嘴开口道 林彦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激脾气 在一旁 一位身着轻衣的男子 微微一笑 显得颇为的温雅的道 林修雅 听说你在青天成见了一个牙帮啊 身材高壮的柳琴笑着道 如今的她也是柳家的掌舵人 梅雨间倒是有着不少的威严 完完罢了 林修雅轻笑道 南登大雅之堂 跟那个家伙相比 连根毛都不算 呵呵 林修雅 这话可不像是你能说的哦 林修雅的话音刚刚落下 梁亭中便是响起一道熟悉的笑声 旋即一道身影 便是这般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梁亭之中 一身黑衫 赫然便是硝烟 哈哈 你这家伙总算是现身了 见到硝烟出现 三人脸庞上都是涌现喜色 快步走上一人一拳打在前者胸膛上 嘿嘿 我竟然打了炎帝一拳 侦探娘的威风 林彦大笑道 见到这分别了数年的好友 硝烟也是爽朗一笑 手一抓树坛烈酒便是出现在亭中 今日废话少说 不客气的结果仰头猛贯 梁亭中四人大笑对饮 笑声传出在这亭间显得分外的洒脱 月色攀爬而上 林彦与柳琴都是烂醉如泥 不顾风度地躺在地上 他们并没有使用斗气抵御酒气 他们想要畅快淋漓的最上一场 接下来打算去哪里 林修雅脸颊有些泛红 她望着硝烟笑着道 逛了这么久 也有些累了 硝烟笑了笑 抬起头望着那轮鸣月道 想回家马帝国了 斗魄苍穹更新了这么久 硝烟终于成功突破斗底 将魂天地封印 整个大陆都变得轻松了许多 那么问题就来了 大家都知道硝烟有七位红颜 如今和彩琳与薰而成亲 剩下的五位红颜都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于整个问题 将会在下一个视频中完整展现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